好的,我们已经完成了它的两个耳朵的部分 就是认真的给它缝号好就可以了啊 两个耳朵之间的距离呢,我还是乐意给大家再量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数字啊 大家才能够很好的控制它 我的两个耳朵之间距离呢,是将近10厘米,不到10厘米啊 应该在9.5厘米的样子,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跟它有稍微的小一点的那个差距也没关系啊 不会影响的 然后从耳朵的下颜到边缘这部分的长度啊 12厘米 这12厘米可是我这样蜿蜒着量出来的啊 所以这些紧作为给你的参考就好了 好,我们现在呢,完成了耳朵的部分 这是一件有着两个小耳朵的小宝宝的上衣啊 钮扣我们要给它扣好 看你了啊,如果是男孩和女孩的话 你自己在哪侧钉扣子啊都行 或者是在这一侧都可以啊 完全看大家的个人的情况来钉 好了,我们呢就给它钉在 我看看钉在那头好,就这头吧 钉在这一侧吧 可能你在编织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现了说 哎呀,为什么我们没有钉,我们没有织扣眼 你看,由于我们自然编织的纹理 所以说你看,手很轻易的就容易从这个孔洞当中啊 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扣眼,对不对 所以自然的编织下就能够形成这种孔洞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做扣眼了啊 直接按照它的那个位置啊来钉扣子就行了啊 我们先把扣子的颜色呢,调和一下啊 冷色调和暖色调稍微的调和一下 我们看哪个位置定哪个扣子更漂亮 好了,这样排列你喜欢吗 好了,具体的排列呢已经好了啊 我们呢要先在最下方这儿啊 最下方这儿把扣扣定好 然后再定最上边这儿 定好了以后呢,我再告诉你啊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方式来定啊 好了,我们现在呢就在最下边啊 把这个小熊扣在这儿 给它定上啊 依然是用到我们这种针和线 因为这个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来定 因为你看这个扣扣呢 它的扣眼呢很小 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比较细的针 如果你要用这种很粗的针的话啊 你的扣眼就根本进不来,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充分的考虑到自己扣扣的情况啊 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定扣子了 最下边的这一个位置呢 我们就先给它缝两下 当你已经把这个线固定住了之后 然后再缝这个扣啊 扣扣呢,完全看自己的喜欢 你也可以定家里的普通的圆扣子啊 等等都可以 有一点呢我要不厌其烦的提醒给大家 每次我们在给爱好者们录制这种编织教程的时候 都会在缝扣扣的时候一次次的跟大家讲 因为扣扣的颜色呢比较艳丽 再加上在整个衣服当中呢 扣呢是非常非常惹眼的一部分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扣扣 孩子都会非常关注这一块 所以他会不自主的用手呢 会去拉扯这个扣啊 也就是你一定要给它定结实了 如果孩子给它拉扯下来 放在嘴里呢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呢也提醒所有的编制爱好者啊 或者是妈妈一定要注意这点啊 我们一定要把扣扣缝结实啊 让孩子拉不下来 这样就避免了各种危险 对不对 好这已经缝的足够结实了啊 然后我们给它剪下来 剪下来以后呢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啊 我们要缝和它最上边的那个扭扣 也就是领子领口这个位置的扭扣啊 是不是发现把扭扣缝上以后 整件衣服就变得立刻鲜活起来了 顺便再教一下大家怎样认真啊 我们要保证这个能用 能缝两件衣服 两个扣子 所以就稍微的拉长了一些啊 你看我们要缝在它的这个地方啊 你看这不是抽绳的位置吗 我们要缝在抽绳的下边 要这个位置 首先呢要给它 你看这是最下面的扣子 这个是最上面的扣子啊 缝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 不要把抽绳给它一块缝进去了 这一点很重要啊 如果你被那个 把那个抽绳缝进去的话 就起不到它抽绳的作用了 不能给它固定上的啊 好了 我们在这位置呢缝几针 让整个线呢 在这个位置能够非常稳固 然后我们再开始缝这个小扣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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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缝完了钮扣之后呢 我们就要织他的袖子了 但是现在呢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小马甲了 因为之前我在给大家录制教程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有些姑娘是第一次编织 但是太着急了 一看哎呀已经成一个马甲了 就先给孩子穿了 然后过段时间等天气冷了呢 再把两个袖子织好再缝上 我觉得这完全可以啊 只要是把两个袖子完成 它就是一件小上衣了 但是没有完成之前 你可以很放心 它的两个这个位置啊 因为我们每一行都编制了 所以这个位置它有着很好的弹性 你不用担心它的这个地方不够好看 或者说太卷等等啊 都没有问题 好了我们现在呢 把它剪下来已经足够稳固了啊 你可能会说哎呀 扣子我已经学会了 为什么还一个劲给我们看这个录像呢 因为下面就到了 最关键的一个小窍门的环节 两个扣子都已经缝好 你没有必要再去量它中间在哪 在缝 我们就把两个扣子你看 给它对着在一起 对着之后呢 好了我们折出来一个印 折出印来的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缝 下一个扭扣的地方取它的中间 记住了吗 可以把这位置呢多缝两下啊 稳固住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缝下一个扭扣 那个颜色来着啊 应该是它 下一个应该是在这 或者这样呢 我们随时变化它这个位置啊 好了 当我把这个扭扣完成之后 你就知道下一个扭扣该怎么样缝了 对不对 就是把相邻的 这两个扣子啊 再重叠在一起 它正中间的位置就是 缝下一个扭扣的地方 对不对 好了我们再缝最后一针 你可以在后边这啊 做一个加固的一个缝合啊 它就不会掉了 好了这位置也缝合好了 我们整理一下 你看 下一个扭扣要定的位置呢 就是把相邻的这两扣子 再这样对下 让它俩挨着啊 然后捏出来这个印记 有印记的地方 就是下一个扭扣要缝合的地方 记住了吗 大家就是用这个方法啊 来操作啊 我就不给大家录这一块了 我也会一会呢 把它认认真真地缝好 缝好之后呢 会给大家扣上看一眼 好不好 哇